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产检的路上 他手里还提着一袋西红柿被巴图打去 接着巴图和妻子到达医院开始接受体检 他说王伯谷要撑完体重后才愿意喝水 不管是哪个女孩都是非常在乎体重的 接着巴图将水递给妻子 夫妻俩之间的随意小举动很恩爱 后面王伯谷开始抽血化验等各个检查程序 巴图也都步步陪在妻子身旁 结束完产检后 王伯谷就乘车和巴图回公司上班 还不忘吐槽自己是工作狂 王伯谷是素颜露面 但皮肤白皙红润 五官小巧鼻子挺拔 也是个气质美女 粉丝们看见巴图夫妇公布的喜讯 也都纷纷留言送上祝福 恭喜送丹丹在天儿孙 更祝福这对可爱的夫妻又将拥有一个小生命 巴图和妻子还是姐弟恋 妻子比他大七岁 两人结婚有三年了感情很甜蜜 巴图夫妇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的日常 前不久王伯谷就晒出一家三口出门游玩的照片 大儿子和父亲排排坐着 儿子的脸上戴着中国风的口罩 圆润的小手拉扯着口罩的袋子 而巴图坐在右侧 静静看着手里的菜单 全家人其乐融融 回到三年前 那是巴图的大儿子才刚刚出生 全家还为他举办隆重的满月酒 当天宋丹丹也带着现任丈夫赵玉吉 也出席了宴会 当天的巴图夫妇还特地穿上黑色情侣装 而宋丹丹则抱着孙子爱不释手 孙子穿一件黄色脸体衣 乖乖待在宋丹丹的怀中 全家人聚在一起那样美满幸福 巴图从出生那刻开始 就笼罩在妈妈宋丹丹的光环里 新二代的往往要接受外界更多的考量 而看现在31岁的巴图 他有自己的事业当导演 有自己的生活并不是笼罩在妈妈光环下的影子 巴图夫妇都是多才多艺的人 巴图会弹吉他 他经常和妻子一起唱歌跳舞 而王国谷也是演员出身 随便就能来个倒立 夫妻俩的生活有趣欢乐 从巴图的生活细节可以发现 他是个幽默乐观的人 从陪妻子熬产检 再到面对外界的质疑 他面对事情都是开朗的态度 祝福这样可爱的巴图夫妇 能顺利的见到第二个小生命 编辑 破更多精彩娱乐资讯 近在会火 47岁周迅片场学自行车 开新手舞足蹈像小孩 穿不一拖鞋打扮随意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